第一球中出棒中外野方生的飛球 披紫色戰袍的一大犀牛 確定轉讓出售了嗎 傳出富邦接手已經進入最後階段 最快9月中旬宣布消息 11月初將正式入主 轉賣金額落在2.4億到3億之間 傳出富邦接手一大犀牛後 主場可能將從高雄一到北部的 新莊棒球場 未來犀牛主場是否將轉移陣地 由於中信兄弟主要球場為台中 洲際球場投醫師大本營在台南 Lamigo在桃園 犀牛隊若搬到台北 高雄陳青湖球場將無人任養 至於總教練人選 除了現任一大犀牛總教練葉俊章 前旅日名將郭元智也傳出是可能人選之一 郭元智當然是他的名氣比較大 他頭腦也夠聰明 然後謝俊章也是一生奉獻棒球 兩個都伯仲之間 餘量之選 對此一大集團表示低調不便回應 然而球隊從1993年的俊國雄隊 到新農牛再到一大犀牛隊 下一步會怎麼走引發球迷高度關注 記者陳正茂李文科台北報導 謝謝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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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